美的风景就是人 防守疫情百日不喊泪 指挥官陈时中再度有感而发 因为阿中部长又收到感谢信了 一对小姐妹写进给部长 把祝福与巧妙改成洗手口诀 内外加工大力碗 失措冲捧擦 内容写到每天都会在新闻上看到部长交代疫情 让大家不要太紧张 觉得很感动 他也问妈妈部长都不用休息吗 觉得部长很辛苦 他们能做的就是虽然想出去玩 但还是乖乖待在家里 讲到这里部长有好消息 可以出去玩的 那出去玩只要乖乖的遵守 这对姐妹也送上一户存钱筒 希望他们陪着指挥中心 让大家心情变好 两个存钱筒里分别还有1822元 以及1674元 陈时中表示心意收到了 钱会先退回去 这娃娃我大概也准备 就是说放在我的身边 我的书桌上放一个礼拜 来把他送回去 那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存钱 小朋友很爱写信给部长 部长也很关心小朋友 记起疏困案 同仁频频加班 卫福部也成了假日托儿所 在那边跑来跑 跑去的也很高 很高兴 平常还没有说 同事的小孩来跑 4月初南部10岁孩童 寄信给陈时中 附上一叠口罩 说要保护指挥中心的大家 令他们感动 陈时中也曾为了挺难同 防疫5月天一起戴粉红口罩 钢铁部长的铁和柔情 都在这些细节表露无遗 也难怪一个行政官员 如此受小孩欢迎 记得陈时链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